偶像练习生虽然结束了,但是各位爱豆的热度,真的是居高不下,特别是范澄澄,三天两头的热搜,从她参加节目开始,就化奇度特别高,为节目带来了不少的关注,而大家最在乎的就是她的颜值。 和队友在一起时,脸合同,也是大出一号,一开始宣布范澄澄要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,很多人就质疑她整容,说她和小时候长得不一样,不过看了她在节目里的素颜照,其实差别到了也不是很大,只是这个鼻子,应该是有点变化的。 在娱乐圈里,微调这种事也很正常的呀,但是比较远不了的是,范澄澄跟开始宣节目的时候,睡着门聚闪说,她和范冰冰长得一模一样。 你们怕是不知道范冰冰自己是怎么说的,连范冰冰都吐槽弟弟的长相,你们大夸真的合适吗? 也有很多良心网友留言,天啊,跟她抱太像了,看来范冰冰是得益于妈妈那边的基因。 我也觉得姐姐像妈妈,妈妈长得很凉气,双眼皮儿和鼻梁,顶着防空洞说,姐姐真的是天生力气的美人。 弟弟如果没有姐姐给的光滑,出道指数大概,范冰冰脸不小了,起码不是巴掌脸,只不过她骨架也大,脸和身材和谐,在娱乐圈里。 还有很多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都这样,长得非常不像,完全不是一个画风,比如曾志伟的两个儿子,提到曾志伟的孩子,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曾宝怡。 但是曾志伟还有两个儿子,一个是其乐与安生的导演曾国祥,不仅一口气捧出了金像奖以后双黄蛋,还获得了不少的导演奖项,看来下一代优秀导演可以期待一下了,而且他真的算是成功避开了曾志伟所有奖项上的缺点,连身高都是遥遥领先。 但是他的弟弟曾国祥就完全不是一个画风了,曾国祥不仅形似曾志伟,甚至更加胖,连他老婆郭河会都公开吐槽过他长得丑,加上小儿子曾国祥抱出过很多的丑闻。 所以这两个儿子还真的是与您知别,不仅是曾志伟家,像华强的两个儿子也是如此。 一个叫向左,一个叫向右,向左大家应该比较熟悉。 他这些年为了进娱乐圈,真的是拼借了他爸妈的资源。 电影都是打制作,真人秀也上了一遍,可是就是命里没有吧,一直没红。 可是不管是他这么多年保持身材,从小胖子变成型男,还是在综艺上的彬彬有礼,都能看出他很好的家教和性格。 可以说是比较励志的富二代了,但是他弟弟就完全不一样了,如果说向左继承了他老爸喜欢拍电影的机影,那向右就继承了他爸爸黑社会的一面。 向右曾经打了一名司机造成不良影响,之后,向右还称自己是向华强的儿子恐吓司机。 不过事实证明,向华强没能保护儿子,向右因为涉嫌有打击恐吓,而被判处了六个月。 除了香港,内地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,比如陈凯歌和陈红的儿子,大家比较熟,记得是和吴亦发撞脸的全非语,当时就有网友吐槽,是陈红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了基因。 但是陈红也没能真的完全成功,毕竟是非语的哥哥陈语昂,就像极了陈凯歌,虽然同夫同母,但是孩子的长相真的是随缘了。 不过坏表美其实也不重要,人与人之间的相处,还是要看性格和内在。 好的灵魂注定更加值得被爱和欣赏,所以说一场啊,真的是一门深奥的选择问题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